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是这间公司的创办人和设计师 我们公司是一间本地的自家设计品牌 款式以简约的为主打 由于我们的婚纱晚装款式都是自家设计 所以cutting方面都比较适合亚洲人 例如腰线做得短一点裙身不会太长 就适合大部分新娘子160cm以下 穿上身都会比较收场 今年的婚纱晚装潮流趋势 我自己觉得lase仍然是大行其道 也是我们公司的大烟红色之一 但运用布料方面不再局限于用full pattern 或者纯粹拼花般简单 反而穿上细节位 例如在袖位、领位、背面 做一些拼花的点缀 布料方面今年就轻轻很轻身 很薄身的lase去做透视效果 款式方面不再局限于一件过的婚纱晚装 可以加入多变可擦色的潮流元素 例如可以擦的裙摆、变短裙 或者加一些衣饰等 去做一个时代感的